我現在講的絕對會被認為是落伍的 可是這是我累積了這麼多年 而且我們從早期那麼樣的激進 參與很多社會工作 然後到了現在的時候 我會有這樣的轉變 不是說所有的激進者到老的時候 都要變得保守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我真的看到了一個事情 我講給各位 我這個絕對值得聽進去 我有一個朋友 這是一個很多的實力當中 歸結出來的 這女人不肯離婚 理由呢 我們當時覺得非常愚蠢的是為了孩子 他為了讓孩子不要 在一個破罪的家庭裡面 而且憎恨那個離開的爸爸 所以這個女人呢 自己委屈求全 然後當然我們當時一定罵他笨 什麼愚蠢 沒有自尊的女人 這個是我們我年輕的時候 一定會這樣子指責 這一個一直要賴在婚姻當中的女人